啊啊谁是最像SG啊 呃 S1-3自带战法 这实际上呢就是比这些 啊对吧 这些这些武将的的战法强度啊 战法强度啊 那么这个第一名会是谁呢 这个大家估计呢都想不到啊 都想不到 第一名是这个元素啊 元素复命自立458啊 458 好那么这个的话呢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为什么他有这么高的一个分数啊 这个元素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战法 战法介绍 呃 前两回合中任一回合获得预计 提高百分百会心啊 和极其谋 每回合逐渐降低啊 主将时啊 主将时提高主动战法发动 几率25% 准备战法35%啊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会心效果 啊有会心效果 这个 对吧 我们先来通过这个介绍呢 来估算一下这个战法的价值 对吧 首先是这么一个会心效果啊 会心效果 百分百会心啊 逐渐降低 那么逐渐降低呢 我们做一个平均就是50% 对吧 50% 呃 再考虑到他是前面还有一个前两回合中的任意回合啊 那么总平均下来的话呢 应该是有40%左右 40% 但是什么 但是 这个游戏里面呢 是他是 越靠前 对吧 你一个战法是第一回合发动和最后一回合发动的效果显然是不一样的 哎 越靠前价值越高啊 所以他是前高后低 所以呢 整体效果还要更高 那么呢 我们再 对吧 就他再考虑到这个因素 那么这这条呢 我们就可以算是一个50%的一个会心啊 那这就相当什么 相当于干宁 对吧 一条就相当于干宁了 哎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下一条 他还有一个提高战法发动机率啊 25% 35% 那么这个在整个三战东都是非常变态的 对吧 呃 因为你看 比如说呃 比较常用的三十镇是16%啊 太平是20%左右啊 那么这个非常变态 非常变态 所以说而且这两两个效果之间 对吧 他还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他是一个相成的关系啊 是一个相成的关系啊 所以说整体总总效果啊 就更加的变态 那么既然这个有他原数有如此强的战法 为什么这个这样并不是很常用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自身的属性问题啊 呃 他的属性 首先这个基础值非常之低 对吧 非常之低 然后的话呢 成长值虽然看起来还不错啊 但是呢 你作为一个输出武将 对吧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一个输出的这么一个成长值 只有1.96啊 这只能说也只能说一般 哪只能说一般 好 那我们下面呢 就来呃具体来算一下这一个拂命自立的一个效果啊 那么这个战法呢 他他是他不是独立存在的 他是对其他的战法产生作用的 所以说想要算他的效果 首先呢要确定带什么战法 对吧 那么肯定肯定是要带最好的战法了 最好战法 那么选什么呢 这个呢就要看查表啊 查表 那么这个呢就是上一期的内容 对吧 传承S的一个S战法的一个排名啊 一个排名 这里面呢 我们就选择这个 呃 上面呢 这个是冰刃榜 下面是谋略榜啊 那么我们呢 选择万件启发加破尼为胜 为什么呢 因为所向和万件有冰种冲突 对吧 选择万件加破尼为胜 那么之所以选冰刃不选谋略 是因为呃 这个选冰刃的话呢 普攻也能吃到这个加点 对吧 还有还有一个普攻的存在啊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可以得到一个白板总输出是153加12加100等于375啊 等于375 对吧 好 然后我们下面再来算这个一个这个战法的一个效果啊 首先是第一回合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是50%的概率 第一回合的情况 所以第一回合回应几率就是100% 然后一次递减 对吧 这些都是一次递减啊 然后呃 然后的话呢 这里面呢我们只列出了前六回合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就是根据我现在的这么一个计算方法的话呢 是只考虑前六回合啊 这二前六回合 因为呃 就是这是一个假设啊 就是说呃 一一场战斗的平均结束时间 我把它是定义为是六个回合啊 这是一个假设啊 啊 那么然后就是可以来来下面呢 呃 我们以低回合为例对吧 来给他解释一下 首先万件齐发的发动率就从40%提升到了75%对吧 然后根据准备纪公式 准备纪公式是个什么呢 这个我暂时不说啊 暂时不说啊 这个之后呢会对吧 作为一个正头戏来来来发布啊 等效的顺发发动率就是38.6%啊 然后就可以算出一个分值 那么破均卫生也一样 最后得到一个总输出 总输出呢 万件加破均卫生加普攻 然后乘以20什么 是一个会心几率对吧 啊 然后再算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第一回合呢 这些数都是零 从第二回合是100开始低点 对吧 最后得到一个两指的这么一个平均值 啊 最后再减掉 把白板输出减掉 就得到了一个扶命自立的 这是一个战法的一个数值 就是458啊 458 好 那么我们再来过一下这个表啊 过一下这个表 首先呢 400以上总共4个啊 4个一个元术 李蒙 刁山曹操啊 曹操不用多说 对吧 啊 这个所谓的三战第一将啊 然后呢 这个 李蒙啊 李蒙的话 可能 比大家可能就是说 嗯 李蒙的话 虽然是在都督里面的一个标配啊 但是说可能 呃 在大家心目中应该没有这么强啊 没有这么强 但是呢 这个 这个可能是因为他李蒙自身的这么一个属性的问题啊 一个属性的问题 但是李蒙做自身作为一个一个控制武将呢 他的这个属性也是已经足够了 这个白衣渡江 白衣渡江 本身呢 是应该可以说是呃 三战里面的最强控制战法啊 最强控制战法啊 啊 他 除了控制之外 他还有一个那个第一回合一个抵御 对吧 那个也也很好啊 那个也很好 所以说有这么高的一个分数啊 然后是这个貂蝉啊 貂蝉 貂蝉在上一期我们也讲过 对吧 那个貂蝉期啊 所以说貂蝉自身的本身的强度是不弱的啊 不弱的 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属性和弑性比较差 对吧 但是貂蝉这个将呢 他他并不是用来输出 对吧 他就是一个打一个控制 打一个控制 而且毕业本身呢 也还可以分担伤害 所以他本身也不脆 那么其实他的这个属性和弑性是够用的啊 加上这么一个强大的一个战法 所以说貂蝉是完全是可以用的 那么这个就是400以上 然后再往下来再来讲啊 泰尔茨啊 这个不用多说 则年的话呢 这个分数比较高啊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像像很多价啊 你都需要带具体的战法来进行计算 对吧 那么孙坚这种价呢 我就带的是 孙坚和典维啊 这样这种都属于嘲讽将 对吧 带的都是那个魅惑加703君啊 那么相当于是把这个效果也算进去了 但是因为魅惑和703君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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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嘲讽类战法的话呢 他自身分支比较低啊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数呢实际上有些虚高啊 然后王毅啊 不用多说啊 王毅很强啊 张角 诸葛啊 邓爱啊 邓爱 这个邓爱和中会的话呢 这个不是很常用啊 但是他们自身的战法其实都是很强的啊 呃 这两个这样之所以不常用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视性问题 对吧 视性问题 举兽啊 吕灵奇 吕灵奇也是最近刚加强过啊 师资分讯 那其实吕灵奇的话呢 他最大的问题也是属性的问题啊 啊 典威 魏严啊 李如啊 李如这个阵读其实也很强啊 陈朴 张辽 许佑 袁绍啊 这都没啥问题 然后呢 是 后面啊 后面其实很多这样子都都都是 呃 基本上除了最后一 除了最后这些啊 其他这样呢 基本上都是 呃 你很难说是那个 对吧 很难说是谁比谁强啊 你比如说这个 呃 这个 银梁对吧 没人用啊 没人用 他有二二一 只有司马 只有一九二 啊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是因为 这个 在在这个游戏里面啊 首先这个银梁有一个事情的问题啊 这个这个再说 啊 其次的话呢 他这个游戏里面的话呢 这个 也包括我之前的那个传传战法对吧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呃 输出出出类战法的分支整体偏低啊 整体偏低 输出战法分支整体偏低啊 那么 这个是为什么呢 呃 那么有可能是因为我目前的计算方法呢 还不够还不够完善 但是呢 这个呢 应该影响不会特别的大 那么实际他他真正的原因呢 这个还是我认为呢 呃 他 有可能是 有意为之啊 也有可能呢 就是 呃 也有可能就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 一个经验的这么一个结果啊 有可能他是 他是一个没有 他是没有一个明确思路的啊 有明确思路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输出战法分数再低 你也得用 对吧 就是你一个阵容 如果没有输出的话 你别的什么 控制什么乱七八糟 你再花里胡哨 那这种也打不赢 所以说 输出输出战法 输出五将 对吧 他他分数虽然低 他你也得用 所以说这个东西 嗯 他就不能在一起排 说白了 对吧 你只能输出将 跟输出将在一起排 什么控制将 跟后终将一起排 那也只能这样啊 而之他这个分差 究竟是为什么啊 还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啊 这是深究的问题啊 当然也也也也许 他就没有为什么 也有可能他就没有为什么 嗯 好 那么但是呢 中间这边我们就先不看了 那但是最后这些将 还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从张让开始啊 张让马云路 徐树高揽花雄 这五国将 这国将是肯定是巨拉无比的 这个是不应多说啊 这五国将都很拉啊 都很拉 那最后再一个徐楚 那徐楚这个将呢 其实 他这个虎吃 虎吃的话 呃 一种满级徐楚 也就能提高 40%的左右的伤害 所以其实 就 对吧 你就算一下嘛 对吧 徐楚带上啥 带上 常见的那两个 什么青涌 加什么暴敛四方 对吧 对吧 那那两个杀战法 都是100 100分左右 你再加上普攻 总额300 300提升40% 就是120分 呃 对吧 所以这个将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第二层效果 对吧 如果把一个人宰了之后就获得破阵 但是你把你如果已经把一个人宰了宰了对吧 那基本上就离胜利不远了 对吧 否则你在劣势的情况下 你不可能把一个人给宰了 所以说就 你第二个效果 你要算也没法算 而且我认为第二个效果 这个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啊 但是呢 徐楚这个价格 他又能用 啊 他又能用 那是为什么呢 那主要是我认为就两个原因啊 一个 一个是这个啊 说他的首先他属性很不错 对吧 所以武力武力够高啊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适性啊 卫顿 对吧 卫顿 呃 而且卫顿卫顿 冰刃 基本上除了徐晃之外 就只有徐楚可以用啊 所以说 还是挺常用的 这个价啊 那么呢 这一期呢 大概就讲到这里